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有一個還蠻特別的機會 因為有一個瑞典品牌 然後找到我 說他們有一些很特別的包包 想要讓我來開箱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當然就答應啦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開箱這個 Gastan Luga 這個神奇的瑞典品牌的後背包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吧 這個紙盒設計還蠻酷炫的 它是一次性這樣拉開的 哇塞 目前開箱到這裡 我覺得這個公司是還蠻注重環保 你看現在這個內包裝 它是用寶特瓶回收的鋸質纖維製成 然後它重點是reuse 可以重複使用 這個是一個束口袋 超讚的 它不是一次性的包裝 那剛剛外面的紙盒呢 它也是FSC的那種永續森林做的紙 所以你也可以回收 你當然也可以重複使用啦 就還蠻注重環保啦 連裡面這個塑膠袋 它也寫說100%可以進行生物分解 OK 那我訂的這個背包是叫做Splash 13吋的雙肩厚背包 那它的顏色是gray跟black 這個材質呢 剛拿出來我就覺得很特別 因為它是一個防水的材質 有點像是雨衣 厚一點的雨衣 然後又有點像是什麼帆布 就是防水布的材質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啦 就是你從 我是沒有看過有背包是這種神奇的材質的 看完它的介紹 它最有特色的應該就是它這個外面的這個神奇的 防水 然後容易清潔的材質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我們的背包 到底可以裝什麼東西 然後到底有什麼樣的隔層 還有它的設計 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第一個我發現超棒的小細節就是這個背包的背帶 下面這個扣環的地方就是調整你鬆緊跟長度的部分 這個是金屬 就是真材實料 它不是像是便宜的背包啊 它可能是要減輕重量或者是偷工減料 就用一個塑膠 沒有這個是直接用金屬的 非常真材實料 這感覺是可以用很久 而不會你跑一跑用很久之類的 它就直接斷掉 背包調整長度這一條繩子 我覺得也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它有一個小環 你可以讓它固定在背包上面 讓它不會甩來甩去 這真的是超讚 我目前沒有看到其它背包有這個小小的巧思啦 那你如果沒有這個環的話 你就會跟普通的背包一樣 這條繩子就這樣甩來甩去 非常討厭 這背包前面有兩個拉鍊隔層 那我看不出來它這個拉鍊到底是什麼拼牌 但是我能說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滑順啦 就你可以放一些小小的東西在你的背包前面 要開啟這個背包主要的隔層 這裡有兩個小小的勾環 把它鬆開 我們就可以開啟上面的隔層 那這兩個小勾環也都是真材實料的金屬 那這個小勾環呢 有三段高度可以讓你選擇 就是你如果東西放比較少的話 你可以讓它在最下面這些隔層 那你如果東西放很多 可能像是有雨傘啊 比較高的東西的話 或者是平板電腦 甚至是電腦 比較高的東西的話 塞滿滿的話 你可以把它扣到最上面這一層 就是你空間有更靈活的使用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背包打開 那旁邊這裡有兩個小小的設計 它是用扣的把它扣上 你就讓裡面的東西比較不容易飛出來 因為它是沒有拉鍊的狀態 所以你可能跳一跳啊之類的 它的東西會比較容易飛出來 那這兩個扣起來 就會讓你的東西更安全的在背包裡面 而不會讓它飛出來 背包裡面的隔層非常非常簡單 只有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放我們平板電腦啊 或者是超級迷你的小筆電的地方 就它有一個比較厚的海綿 來保護你的比較大面積的裝置 第二個隔層呢 就是這個主要的最大的這個空間 那你裡面就看你想要放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放進去啦 就你想要放什麼就放什麼 第三個隔層呢 這裡旁邊有一個小小的彈力帶 小小空間 就是可以放比較細長棒狀的東西 那我這裡放了一根三角架在這裡面 那你其實可以放雨傘啊 或者是神奇的自拍棒之類的東西 都可以放在這個小小的隔層裡面 那最後這一個隔層是有拉鍊的 就是可以放比較重要的東西嗎 就是你的鑰匙啊錢包啊 就是有第二層的保護 因為它多了一個拉鍊 好啦我也覺得我很厲害 我怎麼可以把一個背包拍成一個開箱影片 反正就這樣啦 那我們就來試著看看 到底裡面可以裝什麼東西呢 我也希望我可以把這個背包 當成我的日常包包來實際使用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我們來360度旋轉一下 讓大家看看這個背包 到底背起來會長怎麼樣子 目前這樣用下來我覺得這個背包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看這個 Guston Luga的瑞典品牌 那我使用心得就是我完整的使用心得 我用了幾個禮拜的使用心得 我也會放在我的Instagram上面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我有興趣的話 當然也可以去追蹤一下我的Instagram囉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Guston Luga Splash 是3吋的Black跟Grey Black跟Grey 沒錯的雙肩後背包 那當然請問這個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請問這個影片按讚 我的名字是KaiWon 我會見你下次再見 拜拜